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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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週的導演選影 今天我們高請到對於鳳俊浩導演 有大量研究的柯正年導演 玉子其實就是 其實是今年的坎成英展的正式正賽片 他做的並不是傳統的好萊塢三部劇 但是其實在他的故事裡面 你還是會看到類型 他會用類型片去包裝一個很人性 或是很具有社會性的故事 我們末日將要來臨 我們找到了解決糧食危機的方法 並且合法的情況下 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我覺得他沒有把問題簡單化 因為他也並沒有把這個事情美好化 或是妖魔化 他就是讓你看 有個菜團這麼做了 有人出來反對 你要不要吃看你啊 我也同意你說的 其實我覺得他的結局 不會讓人家覺得 不會是開心的 就是每一部片裡面 以及他的勝利不是真正的勝利 假設我們把玉子 當作一個少女的成長之旅好了 沒錯 其實最後這個少女 他其實救回了 他最想要 他得到他最想要得到的 對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失去了那個純真 對 因為他看到了一些很醜陋的真相 他救了他最心愛的豬回去 可是他知道他捨棄了很多 說到底他會覺得 他可能也是一個自私的人 他只能保護他自己最心愛的東西 相對來說其實他就跟那個 Miranda 那個公司一樣嘛 其實他們只是在意他們自己 他們想要錢 他們想要公司壯大 他們想要生意 生意興隆 他們也沒錯 就是每個人都只能夠 保護或維護自己 最想得到的東西 而你為了這個東西 必須要犧牲很多很多其他的 你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的 譬如說他可能 只能救回他自己的豬 他沒有辦法去改變這件事情 這個公司還是繼續存在 還是會有這些商人 然後動保團體還是繼續在做著那些 看似很偉大的事情 可是其實他們是很多無力感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有一個地方 有趣就在於 如果這故事只有這個小女孩這一方 跟這個財團這一方 他就會變得很單一 很簡單的衝突 就是我要救你要拿 那這麼簡單的事情 可是他在這個過程中 殺出一個動保團體 我覺得這個設定是很有趣的 然後動保團體裡面 還有自己的內部衝突 有人理想是真的高尚 裡面也有人 比方說堅決對地球產生任何足跡 結果快要餓死的人 或是裡面有一個翻譯 但是他為了覺得他的理想很崇高 而決定要騙人 那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在這個小的團體裡面 都還有複雜性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像之前我在跟韓國朋友聊這一部 《玉子》的時候 韓國人都沒有那麼喜歡玉子 但他們並沒有覺得玉子不好 主要是因為他們都很喜歡鳳俊浩 所以他們會覺得 他們喜歡殺人回憶 他們喜歡害人怪物 他們喜歡那些之前的片子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部片 當有這麼多的跨國的資金進來之後 你相對很多他覺得鳳俊浩那種很獨特 很韓國味的那個東西不見了 就像譬如說你在看《駭人怪物》 跟在看《玉子》的時候 你還是會看到一些差異性 對 譬如說在《駭人怪物》裡面 我覺得鳳俊要關注的是人 可是在《玉子》裡面 他關注的是事 他可能在抨擊資本主義 他在捍衛動物的權利 可是我覺得當你要講的事情 變得比較大 或是其實你的理想比較高的時候 人的東西被削弱了 對 就像我覺得 這個小女孩的複雜性 其實也被削弱了 他只是一個變成好像一夜長大 然後的女孩 可是其實在《駭人怪物》裡面 那些同樣一個小女孩 他更複雜 會包含是他討厭他的爸爸 可是其實他也愛著他爸爸 我好喜歡他有一個設計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 那個時候他爸爸在片頭的時候 就是拿了啤酒要給他喝嘛 然後他那個時候喝不懂 就覺得好苦 然後還數落他爸爸說 奇怪你是個好爸爸嗎 怎麼給自己小孩喝啤酒 可是當這個小孩被怪物抓走 然後他在那個下水道裡面 跟另外一個還聊說 如果出去的話想要吃什麼 那個男生就講了一大堆美食炸雞啊 什麼時候 那女生說我想要喝啤酒 對 我覺得這就是很細微的 鳳俊浩的人物情感 對 在這種很小的地方會出現 對 這就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沒錯 所以你會覺得 我有時候也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你到了那種 比較美國 比較好萊塢體制之下 即使你還是 還是要做 想做鳳俊浩 但是很多時候 你必須把事情講得明一點了 譬如說 玉子裡面的那個小女孩 她會一直說 我要玉子 她已經把她的渴望 她最想得到的東西 一直說出來 可是其實在 《派人怪物》裡面那個小女孩 她想要得到的 或她最想要的 她都不是直接說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很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會覺得很人性 或覺得很真實 是因為大多時候 我們都喜歡拐歪抹角 去表現我們的情感 所以我們在看好萊塢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很爽 因為他們很直接 他們要什麼 他們想做什麼都很直接 但是我們平常 可能一般人不是這樣子的 鳳俊浩有趣的地方是 他讓那些人物很像一般人 對 雖然說你會覺得整個規模 都很像一個好萊塢電影的規模 但是其實她的骨子裡 並不是一部好萊塢電影 對 以及你讓一個小女孩 去對抗一個資本主義 這本來就不是一個 典型的好萊塢片子了 所以其實她還是要去講到 她最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一個階級不平等 對 社會 還是要講社會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還是很推薦大家去看的 包含就是 光是看那些動畫 看是她的場面調度 那一場 太厲害了 有一場戲就是在那個 隧道裡面的那個飛車 光是看那場戲 你就覺得值回飄價了 對 趕快訂Netflix 你最喜歡 《玉子》裡面哪一場戲 最前面的時候 她跟那個豬上山 光是那隻豬 他們差點要發生危險 那一整個段落 你就探圍觀止 就覺得怎麼拍的 而且那小女孩怎麼辦得到 她跟一個電腦 演一個如此動人的戲 而且我覺得她 她就從這個細微的地方 在講這兩個人是如何珍惜彼此的生命 然後這個題目 用一個驚險的動作場面 去告訴你們 告訴我們 他們之間的情感關係 然後再延續這整部片 他們 這個小女孩跟這隻豬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珍惜彼此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動物的 玉子 不像 不只是一隻寵物 是她的朋友 是她的家人 對應到後面一連串 那些譬如說 不管是動保團體 或者是那些資本大財團 其實他們都只把她當一隻動物而已 沒錯 對 或者甚至是食物 對 主角來說 她已經不是什麼動物動物了 她是我的家人 沒錯 對 我覺得這三個面向是很有趣的 對 所以當你抱持著這樣立場之後 彼此三者之間產生的衝突 或是戲劇性就會非常的有趣這樣子 真的 我個人特別推薦 《害人怪物》 我很喜歡《害人怪物》 對 我是很推薦《殺案回憶》跟《非常母親天下》 必看 此生必看 而且我覺得她 這是有辦法 真的做到亞俗共賞的人 我覺得很少人能做得到 不論是評價或是賣座都很成功的人 我覺得一個好的導演 對 或者是一個好的故事 你必須 當你會留下印象 或是譬如說好幾年之後 你還會想起這部片的時候 其實你想的其實不是那些 很驚心動魄的動作場面 或者是說那些很煽情 或是很灑狗血的 而是你會記得的是 她想告訴你的是什麼 是感情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也是那個 鳳教導演很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她也是 會堅持想要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所以選擇跟Netflix合作 對 她當初跟Netflix合作的時候 就有人提醒她說 你跟Netflix合作你的電影不會上戲院喔 她說我要做完全不受限制的創作 我不在乎其他 很欣賞她 對 所以希望大家有空去看她的片 但是還是在這裡跟片商許願 我好想看大螢幕 希望你們可以有一個限定上映 因為玉子這個片的視覺太好了 我覺得一定要在大螢幕收看的 很想要在大螢幕看到這部片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